Lets Go 整個旅程最難忘就是可以跟三個 完全素未謀面的大男排 我們四個一起去一個旅行 所以我覺得這個經驗其實是 都頗得意和頗難得的 最難忘的一件事當然是玩高特階兵 那個真的很好玩 我們是第一次飛到上這麼高的天空 上去是覺得很輕鬆 什麼都可以放下 我就覺得有健碳 有劍碳的 很少主動跟人聊天 所以我覺得是不錯 我覺得Andy其實很厲害 由酒店預訂車 吃東西 景點 有時候我們因為時間很緊張 有時候我們把一些景點 或者有些東西補不到 他都很快會馬上找到背景 我覺得是很有陣感 Andy他其實是一個很搞笑 很開心 很開朗的人 Ugreen 他很含羞搭搭 可以用木讀來形容 但他又很乖 但還有很聰明的一個大男孩 其實我覺得他 我覺得反而食物上方面 預期的有少許出入 因為可能我會覺得來到 可能會是吃海產類的東西 會比較多 但原來不是 來到沖繩 反而我是吃得多一點 苦瓜 紫薯等等 這些土產類的食物 反而是多一點 遺憾的時候當然是 那天在沙灘玩沙灘提球舞 沒有學習到去認識一下 那三個日本妹 其實那三個日本妹都挺漂亮 那就很可惜被觀眾賤了 最遺憾的可能是 時間比較緊張 因為如果時間長一點 我想我們可能會 大家多些認識大家 可以聊天 或者玩玩玩活動的東西 或者跟本地人聊天 玩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很難解釋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的性格 譬如 你很難找到一些人 問他為什麼 他這麼不怕臭 我會儘量嘗試 突破一下自己 下次可能會放膽一點去試 其實很多人以為我 拍很多次拖 經常吃得無瘦 其實我沒有 雖然我有健身 經常見到很多不同的女士 男士 其實都比較少 如果我跟Yu Kim說 就不要虧限自己 我要做什麼 吃了什麼 總之先放膽 認識別人 這次我下水之前 是有點緊張的 所以我會上網做很多資料搜集 究竟我要怎樣玩 可能因為我看得多上網 所以玩起來的時候 就好像做得到 這件事 還比他們某幾個 可能會更好 所以千萬不要看小自己 潛在的能力 你叫彭拜哥 我叫清潔 Clean 從昨晚還是今早開始 今早開始 今早已經去了兩次 至少兩次 現在是兩點左右 現在去了第三次 然後又沒有胃口吃東西 我們很擔心他 就等Clean出來了 其實不知道進去多久 其實 喂 你搞什麼 剛才很大 而且吃得太多 可不可以說你吃了什麼 你教他這樣 昨晚我吃了一噸燒肉 一噸燒肉 兩噸菠蘿 三噸西瓜 四噸橙 不是太多 那你還有多少餐可以去 多少餐 我想都可以七七八八的 那是時候要吃點東西 是嗎 是啊 那我們去吃東西 快點吃東西了 哈哈